今天主要回答一个朋友的问题 前几天一个朋友找到我 说他的自然疗法医生 给他推荐了一个叫SPM的东西 说是可以帮助他改善风湿痛 他查了一下 说这样一瓶SPM大概要130多加币 当然价格倒无所谓 但让他挺困惑的是 产品的配料表上写的是 SP主要来源于油 成分也都是正常的EPA和DHA 看上去平平无奇 为什么要卖这么贵 客代表于是在网上看了看 发现有关这个成分的中文解释不太多 于是我就做了这么一期视频 来跟大家说说这个SPM 以及它和鱼油的区别 还有什么情况下可以选择它 欢迎来到生活家客代表 一个专门研究通过营养素 来改善健康状况的频道 我是客代表Tim 一名CNPA加拿大健康产品认证顾问 我们还有一个官方网站 网址是livepluscanada.com 频道里提到的商品 基本都可以在官方网站上买到 这个英文词组叫 Specialized Pro-Resolving Mediators 专业名称叫 特异性触炎症消退戒指 用大白话来解释 有点类似专门的纷争调节员 那我们再通俗一点 这个角色就像居委会的大妈 而她调节的纷争 就是我们人体内的炎症 我们前面也说过几次 炎症是我们身体里遇到危险 或病毒入侵时的自然反应 这种反应可以让我们身体 更良好的运转 因此偶尔的炎症是对我们免疫系统的实战演练 这有点像一个老房子 偶尔的水管漏水 我们可以安排专业的人员来修复一下 顺道做一个简单的维护 这样老房子就可以更好的居住下去了 当然这个维修过程还是挺复杂的 你可能得找墙吧 修完了还会产生很多建筑垃圾需要清理 就还要把墙修上 恢复原状 在现实里 这个维修工程需要一个项目经理式的人来协调 工作和居委会大妈也没什么太大区别 就是跑前跑后 端茶倒水 让各方能更好的配合 好让工程保质保量的完成 而我们身体的炎症修复过程 和这个也非常类似 而这个协调的角色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SPM SPM的来源是渔油 这个没错 但SPM和渔油又是不同的东西 SPM是鱼油当中的多不饱和脂肪酸 经过代谢之后产生的酶类物质 换句话说 它是鱼油进入到我们的身体之后 经代谢产生的物质 那正常情况下 我们的身体在摄入鱼油 或者是奥米克三等脂肪酸之后 是可以通过正常的代谢产生SPM的 这也是为什么说鱼油有抗炎的作用 但这个转换通道很容易受到干扰 有很多的抗炎类药物 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改变我们身体产生SPM的能力 而肥胖、关节炎和心血管疾病等常见的慢性炎症 本来也就和身体的SPM产生缺陷有关系 再有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体内SPM的水平也会逐渐下降 也就是说在我们需要SPM对身体进行缝缝补补的时候 因为种种原因 我们体内提供不了足够的SPM 这时候就是SPM的补充剂可以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那关于SPM的抗炎能力 目前已经有了一些高水平的研究文献 像一篇曾发表在业界顶尖的杂志Natural上的文章 就发现SPM对当下人们最关注的感染性疾病 都有不错的改善效果 比如甲硫、RSV、炮疹 这样的病毒性感染 以及牙周炎、肺炎、肺结核等细菌性感染 还包括一些真菌和寄生虫的感染 研究发现SPM有一种特殊的能力 就是能干扰病毒的复制 为什么这个能力这么重要 是因为很多传染性和破坏性极强的病毒 比如以COVID为主的冠状病毒 就是通过不断复制来把人体搞坏的 那一些动物实验表明 即使是在感染了48小时之后才进行干预 SPM也能提高实验动物的存活率 而这是其他抗病毒药物做不到的 另外除了这些急性感染之外 SPM对于慢性炎症也能发挥作用 比如各类肺部相关炎症 哮喘、COPD、肺纤维化等等 另外SPM还能促进脑部淀粉药蛋白的清除 提高认知 从而预防阿兹海默症 另外对于炎症性肠道疾病 糖尿病、风湿性关节炎等 需要长期健康管理的疾病 也有缓解进展 改善部分症状的作用 说到这里 你可能就明白 SPM和鱼油完全是两个东西了 但其实SPM可以和鱼油配合在一起使用 鱼油是长期日常保养的选择 而SPM可以解决急性炎症 让你更好的应对病毒的攻击 另外如果本身有一些慢性炎症 包括动脉中央硬化这类心血管问题 需要长期使用抗炎药物的 也推荐使用SPM 作为安全的辅助手段 提高体内的SPM水平 帮助更好的改善炎症 最后还有一大类人群 就是受慢性疼痛困扰的人群 最常见的就是纤维肌痛 还有风湿痛 再有就是运动后疼痛疲劳的人群 也可以长期使用SPM来提升或者改善生活的质量 因为SPM是鱼油里的衍生物 所以总体是非常安全的 12岁以上就可以选择了 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这个频道专门研究通过营养素来改善健康状况 欢迎关注点赞 了解更多营养师推荐的加拿大健康产品 如果你希望购买视频里提到的产品 可以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 LivePlusCanada.com 或者在视频里的Description里 找到这个产品对应的链接 那想提醒您的是 我们网站上的大多数商品 都可以邮寄到加拿大 美国以及中港台等国家和地区 当然如果你刚好在加拿大的温哥华 也可以来我们位于列治文的线下门店 来找我们聊聊 谢谢大家 那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